尤其针对于成人的发球学院里面来讲 这边点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看见没有 就这个位置 我们发到哪几个落点能够现象到对方 像我们这个成人的爱好者 包括你在内有几种发球是不推荐的 比如像这种逆测 逆测我不是很推荐 因为逆测对于你的手腕的要求 发力 蓄力的要求 以及你击球点合力的这一下这个点 它要求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你在比赛中的时候 它的容错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在去练发球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从几个维度 落点 速度 旋转 我的出手的隐蔽性 也有所谓的假动作 假动作里面包含了 我旋转上的假动作 落点上的假动作 时间节奏上的假动作 那这里面我们从旋转上下手 其实它是比较难的 因为什么 因为旋转这个东西 它不是靠短期内能够达到的 你需要日积月累的磨练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指标 我们可以尤其针对于成人的 发球训练里面来讲 落点 就是我把这个落点发到以后 我可以不太追求说 这个球一定是多赚 那增加了一个 我们比赛一个容错率 同时落点如果我们发好了 其实对对方是有个 比较强的一个威胁的 就拿你刚才发的这几个球鞋 你的核心的发球的位置 是围绕哪里 围绕对方哪里 中路偏多 中路的左边 中路右边 这个点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是对方它可以接引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你看对方 它可以过来用反手去拧你 可以拧你的斜线 也可以拧到你的斜线 拧到你的中路 它也可以用正手去接你 可以去往你正手位披 往你放了位去披 你发长了以后 它也可以正手去拉你 所以说我们虽然考虑落点 我们发到哪几个落点 能够向上到对方 虽然来讲 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是 正手位短球 那么这个落点呢 尽可能的我们靠近白边 你越靠近白边 这个威胁相对来讲是越大的 我们拿右手对右手来举例 普遍来讲我们的站位都是属于偏中路 接着第一个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球发到这个点上来 同时这个点尽量的我们不要出台发短一点低一点 那我发一个效果 大概就这个位置 看见没有 就这个位置 这个球它其实并不是很转 很多人会认为 那这个球不转我好挑 那是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你上到这个位置的情况下 但是如果是你放在比赛中 对方在一种咒状态下 再去接这个球的时候 它是不好第一时间上去挑你的 它是很难做到的 除了它是有意识去预判盯住你这个球 那这里面后面我们会衔接通常 后面我会停影响 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点 这个点发到 那这里面你要考虑有什么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 我先增加这个上台率 什么都不要求 我就先把这个点发过来 那基本上都是贴着白边这个位置 对吧 我就先把这球碰过来 白边这个位置 好 来试一下 嗯还可以